用cambush啊营养断食过后呢 这里有22个好处 虽然你可以在你进行断食之前做一个检测 那么断食过后呢再做个检测呢 那么你身体上这些变化呢 你会看到说当你断食了这个两四个星期到八个星期过后呢 很多这些平时你不舒服 或是你所困扰你的健康问题呢 都会一一的消失 当我们身体面对过重呢 我们可以用cambush做营养的全弹食的排毒步骤 那么首先呢 我们会建议用这个CEC呢 做个经常排宿便 那么你可以选择首三天呢 喝一袋两包的CEC 或者是要你选首三天的午餐过呢 你喝20到30cc的这个lice fun呢 给你身体进行倾泻 那么把我们大肠里面的宿便排干净 那么如果不把宿便排干净的话呢 第一它会影响减重的效果 那么它会累积很多的毒素 那么对身体不健康 也导致我们的这个大肠的细胞 容易有病变的现象 所以把我们的经常呢 把大肠的宿便排干净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 如果是你有操纵的话呢 你可以进行全断食 用step1和step2 一到两个星期 或者是知道你要的健康的标准体重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就能够启动姿势 把身体的老旧垃圾全部清理干净了 那么每一餐过后呢 加上5到10cc呢 将会强化排毒的功能 也能够帮助我们细胞更有效的做修复 好 那么有些人呢 可能身体或者生活习惯 他不允许全断食 他选择半断食的话呢 那么我会选择 虽然这里说有step3和step4 其实呢 我会建议用step3 那么两餐的campus一餐的正餐 那么可以配上我们的根治食疗 或者我们的这个mine plate 那么你要这方面的资料呢 你可以去我们上一个坦克的那个露营 那么你可以那边找到很详细的资料 那么呢 同样的加上5到10cc的lice pot呢 将会加强他的这个效果 当我们在做营养啊 chemistry营养断食过后呢 当你达到了你有想要的体健康体重过后呢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复食嘛 那么就因为我们不可能长期是断食cambridge 所以呢 你一定会做完全断食过后 你需要做复食 那么复食的时候呢 我们就建议说 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set呢 是做两个星期 比如说现在你是用step1 ok 四包的cambridge呢 800卡路里来做减重的话呢 排毒的话呢 那么你达到你要的目标过后 那么你的复食计划是做step2 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那么step3一到两个星期 step4一到两个星期过后呢 那么给你的身体有时间重新做调整 那么你才开始吃回你正常的食物 那么如果是你说step2断食的话呢 那么你的step就是step3 两个星期 一到两个星期 step4一到两个星期 那么需从吃半固体食物开始到慢慢到固体食物 也就是说你今天可能你开始加食物的时候呢 你可能是加粥啊 清汤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 业重的东西 让让你的消化系统重新 慢慢的适应回消化 那么这是为了避免损伤我们休息已久的这个肠胃细胞 好 那么当你复食完program做完过后呢 那么我们会建议你做长期的这个维持这个排毒法 那么因为你做了一段时间断食把毒素排干净的过后嘛 当然是希望继续保持你身体的毒素 不要这么多 那你要维持的话呢 你可以每个星期用一带两包的CEZ 或者是用一带两次的这个lice spot来进餐 那么你选择用cambish的话呢 就有四个建议了 第一个就是每天用一餐 那么如果用一餐来带一餐的话呢 理想是带晚餐咯 那么这个就能够进入半段食排毒的效果 那么如果是你选择做带两餐的话呢 理想是早餐和晚餐 午餐你吃东西 那么这也有半段食排毒的效果 另外一个option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想每天的话呢 你可以每星期做两天的这个全断食 全营养断食的step1 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一个月做7天的 这个全断食排毒的计划 那么这样子呢 你就能够保持你的这个毒素 身体的毒素减少 那么又能够有效率的维持你的体重 那么如果你选择要用营养解毒排毒的话 做小排毒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Rtime和iPhone呢 是能够解毒的 那么这个recall 还有这个lice pack 就能够做到排毒和修补的效果 那么Mplus的beauty呢 隔一两包的话呢 都有能够帮助你提升排毒 那么保持你身体的健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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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